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大约11点的时候在PTT有人丢出像这样图文并茂的连续剧 我们看到过去10年李孟燕跟这一位大陆来的小三两个人有婚外情 结果在下午大约2点钟左右我们看到李孟燕她就口头请辞了 那很快的火速一个小时之后她的辞呈就被批准了 我们看到卓榮泰是说尊重她的意愿 我们必须说这个处理是快很准 可是这三个小时之内发生什么变化 发生了什么事 赖清德要李孟燕有说清楚吗 还是赖清德在这三小时之内掌握了什么样的市政 火速要切断她灰泪斩马速 这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件事情整个会被爆炸 会被爆出来在PTT嘛 有人丢出来 那这个账号发文的人是谁 我们就去查记者查到这个人 结果这个黄先生他住在台中 他说哎呀冤枉啊完翁啊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再用这个账号了 现在大家都在看D卡嘛 所以呢他去报案 他说不是我啊 这事情不是我爆料的啊 结果警方也火速查出这个账号IP在美国 网友就说哦这是美国人境外势力在搞的哦 是CIA在警告赖清德吗 还是说手上还有料 神秘的爆料者是谁现在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张姓小三 这个来自对岸的一个这个陆沛 离婚了之后跟这个看起来是跟离婚之后 才跟李孟燕在一起嘛 那过去他的脸书啊 经常发出很多很多的相思文 你看到十年来狂发相思文 我们大概就列在这儿哦 那大概图文并茂啊 讲一下如何跟这个某一种什么 情啊爱啊 最在乎的输得最惨啊 感觉他诉中曲的对象 或是呼喊的对象就是李孟燕 那现在好多传说都出来了 包括李孟燕的这一位这个情妇 据说是八大行业出身 这也是来自于南部啊 据说是南部的一些爆料者 或者跟李孟燕啊认识的人说的 他说因为李孟燕这个人 做人很好 不太会拒绝别人 所以这个小三 这个小三就贴上来了吗 李孟燕为人客气认真 这个是爆料的人讲的啦 个性不太会拒绝别人 所以推测很可能因此牵扯出婚外情 就是这个女生一直要靠过来 一直要靠过来 我不想拒绝不想拒绝 就在一起 在一起十年了 所以这个理由听起来也是 你看你要不要相信了 我们再来看看我刚刚讲到 这一位外遇的小三 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女士 那他的前夫是我们台湾人 这位前夫就是到中国大陆经商 然后认识这一位小三 这个这位女士啦 不要讲小三 这位女士 两个人结合之后来台湾也生下一个女孩子 也生下一个女儿 然后后来两个人分开了嘛 所以变前夫嘛 前夫就说 这位女士的社交活跃 嫁来台湾之后呢 有在百货公司当柜姐 那这个 这个人员很好 在外配圈 非常的人脉广 所以知名度很高啦 就是大白话讲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性 所以这个李梦艳掉入了他的秦王吗 可是观众朋友 除了私德之外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在公领域上 李梦艳 有没有做错事 李梦艳 有没有 在公领域上 因为这一位婚外情的女士 而牵起什么样的桥梁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李梦艳的小三住在华府水月 这是在永和的一个高级社区 大家看到他的外观大概长这样 那成交价现在大概一瓶要80万左右 是这个福华集团明汉建设盖的 董事长就叫张刚为 张刚为啊 今年才被拍到啊 跟李梦艳密会 包括您看到 这个张女啊 李梦艳住的社区在这里 李梦艳可能没有住啦 是张女住的 那他们这个地点在这个 接近永和鼎溪站的 汉阳集团鼎心办事 鼎溪办事处 我们看到李梦艳 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交通部部长 还是行政院秘书长 他搭车 搭他的公务车 跑去密会 这个张刚为 到底讲了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打了一个问号 有被拍到 有头 进去了那个头 那在这个 这个福华水月 大家就要问了 是在谁的名下 是这位女士买的吗 还是李梦艳买的 还是租的 谁付的贷款如果是买的 那有没有政商的关系 这个是大家想要问的 我们看到李梦艳刚刚 这个进去交通部之前 他还撕会了张刚伟的律师 我记得那个时候 包括黄国昌 还有很多在野党的立委 有质疑他跟张刚伟密会的事情 那时候李梦艳还说没有啦 我们就在公开场合见面 没有私下见面 可是这些画面都流出来了 所以呢在野党 如果要监督的话 赶快去查房屋是谁的就行了 看看有没有金流 有没有对驾关系 有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赖清德三个小时之内 快速斩断 这是要阻止这件事情烟烧吗 我们来看看包括 现在大家都说 这个爆料的人 可能就是绿营内部啦 是不是大家狗咬狗 还是有人要交通部长这个位置 而赖清德真的不知道 他的爱将过去十年来 有这个小三吗 这个我们也打一个问号 来先请教雨萱 当然知道嘛 对民进党来讲没什么大不了 民进党南部地区的文化 他们都常常讲是 吃烟味的 女儿的女儿 真的烟味的 那没什么 所以各位 按照民进党的逻辑 我们先讲王必胜有出事吗 没有 小孩子报给你看 都被拍几张照片了 一样观光高深 所以这不是民进党care的点 民进党对于这种私德 根本就毫不在意 但是那就怪了 李蒙元这一次 到底重见落马倒在哪里 重要的是我们讲的 大陆籍这件事情 最严重的问题是在这个问题 大陆籍 然后十年 然后再额外再附加一个 是说八大行业出身 这才是李孟宴重见落马原因 我跟各位保证好不好 如果是民进党 八大出身 加上小三 这还不足以让他倒台 唯一能够让民进党光源倒台的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籍 生命伤是大陆籍 当然 就是大家想到一些事情 赵天龄怎么样垮掉的 王必胜没事 王定宇没事 赵天龄为什么就要退选 大陆籍 对 因为是大陆籍 关键字 对 他重点是在这边 所以人家很显然的这一刀 是要往赖兴德身上去切 就说到我就要看看你怎么做 赖兴德的反应 也跟蔡英文搭不相同 蔡英文的做法是什么 他会保到底 保到底之后 就像林志健一样 能凹就凹 能挺就挺 反正我们就是压到底 全党挺一人 但赖兴德这一次不是 他就直接把他割掉 就割狼尾一样 就直接这样割掉 赖兴德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向来 你找他身边的人 你不管抱谁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学荣案的时候 还有我们讲的 民主大联盟的时候 林非凡割 谁就割 来就割 李自浩割 反正来一个我就割一个 他只在乎一个人 赖兴德只在乎一个人是谁 就是他自己 他不在乎民进党的 就像郑文燦一样 他也遭上给他杀下去 只要任何事情会影响到 他民调的事情 他绝对能割就割 这时候我们讲 这是在两兆双方 在做一个对兆组 对兆组是说什么 以前蔡政府他们都会讲 对 你扮政文燦 我看你很凶 以前蔡英文的官员是这样子 我看你现在赖兴德要怎么办 这个实际人爆出来的这个东西 很怪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说法众说纷纭 因为李梦彦这件事情 小三这只是一个后曲而已 他有前奏 前奏也就是说 在四月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谈到 跟张刚伟这个问题 这时候大家会有几个质疑点 第一 中华电信先前 已经被大家质疑过很多次了 包括他的子公司 为什么跟中国的 我们讲的中国网通 中国移动做生意 那会不会有国安问题 我是讲民进党的逻辑 民进党的逻辑最容易说 你跟中国往来的话 你跟大陆往来的话 你就会卖台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又凸显出一点说 结果你交通部长 李梦彦竟然长期的 跟一个大陆籍的女子 往来超过十年 那个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 赵天龄最为争议的点是在哪里 他是国防外交的委员 而且他是认识那名女子之后 才去当国防外交委员 所以大家自然会起这个一斗 结果不只是 有卖台的疑虑 现在李梦彦真的面对到说 你跟张刚伟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猜了老半天 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真的是 李梦彦登记名下的 登记在这个女子名下的 或用租的 那会不会有第三种 就厂商直接无偿提供给他使用 这也是另外一种 如果是第三种 我们讲事情就大串了 你以为今天无偿提供给这个 大陆籍的女子使用 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 但如果说他是看在 李梦彦的面子上 又或者是说他们在土地开发上 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 有需要他帮忙的 各位这就有对价关系的问题 所以今天李梦彦真的倒大煤的 涉及到贪污之罪的问题 甚至是土地的问题 但今天为什么他会被抛到台面上 我觉得当这个我们讲的 跟张刚伟律师见面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有意思 就叫他说买了 你最好是不要再弄了 就说这个位置你不要想了 因为你仔细看 十一点很敏感 他在什么时候 4月23号的时候 就520那时候 刚好在谈人事内阁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件事情抛出来了 最后果不其然 你看到李梦彦真的上去之后 马上就被人家坐下来了 那最后我补充一点 他说他个性不太会拒绝别人 我觉得讲这句话不讲还好 讲了你要把他害死 所以人家拿520的时候 梦彦帮我瞧一下好不好 不会拒绝 收到口袋里面去 他说梦彦帮我处理一下事情 不会拒绝 感情是小 你今天说如果作为一个政务官 他没有有所有为 他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 你是在把他往死里打 真的 那就要出大事了 兵哥 你会拒绝人吗 我其实也是不太会拒绝 你也不太会拒绝人 但是我没有遇过这种事 自己要贴上来的 当然李梦彦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还挺奇怪 因为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3D突然发一则说他要开记者会 说李梦彦要开记者会 然后后来没开 为什么 你都已经迟迟来开什么记者会 这不是很怪吗 他到底想要解释什么 是不是他本来想要去解释撇清一些东西 后来有人评估之后 跟他讲说你解释恐怕更糟 所以就紧急喊咖 不要弄 然后这个爆料也很奇怪 现在查出来是一个IP在美国的账号 去弄了这个 已经8年没有使用的PTT这个人的账号 第一个这个黄先生 被盗用账号这个人59岁 年纪其实也不轻了 第二个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黄先生已经8年没使用过这个账号 他是记者先打电话给他才知道 记者怎么找到他 对 他知道他账号 可是应该不知道他的电话 他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 他已经8年没有使用这个账号 记者是怎么找到他 请注意记者比警 是他后来记者找到他之后 他才发觉账号被盗用 他才去报警 所以不是警察给记者 谁给记者 PTT的人 PTT的人 不然还有谁 所以PTT有人希望赶快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叫他去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有两股不同的力量在这里头 在那边弄 然后这个爆料的人故意去提到这个画符水月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叫你去查画符水月的背景 所以就查出来张刚伟这个事情 张刚伟的事情又跟四月多连在一起 所以从四月多开始就一直有人要想去弄这个 李孟燕 李孟燕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阻止 最后好你再不能阻止就把这个 这个女士的 这个张女士的状况把它爆出来 就最后让你 而且点名了 告诉你再留下来你就知道事情会大条 所以李孟燕只要紧急止血 赶快就请辞了 所以这背后的角力其实非常深 很明显的有两股势力 一股要要他继续做 一股要要他赶快滚 所以两股一直在纠缠 纠缠到今天早上 他都还想开记者会后来紧急停止 所以这背后的水其实说真的真的很深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告诉李孟燕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拒绝别人的人 那过去八年谁在执政 民进党 李孟燕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都在当高官 代理台南市长 然后行政院的发言人秘书长 一路这样上来 他如果这么不会拒绝 这八年他剽窃了多少国家机密给陆沛 那好可怕 谁要不要去查一下 至少要去查一下 按照沈柏阳的标准至少要去查一下 对 因为他是掌握国家机器权力的人 他接触过非常多的国家重大机密 你们都不用去 国安单位不用赶快去清查一下吗 然后这一个人 他来到台湾 这么长袖善舞 请问一下他要干什么 对 对 就是这位张女士 对啊 因为正常我们都知道 就是大陆来跟台湾人结婚 然后嫁到台湾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 赶快努力赚钱这些东西 然后他一直巴的 而且他苦练李孟燕这么十年 而且据说他在2014年离婚 就跟他前夫离婚 然后就跟李孟燕在一起 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东西 需要去清查清楚 然后李孟燕 不想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 不想让这件事情延伤下去 到底会曝光什么事情 是单纯只有他的私事吗 我老实讲 据说在台南的时候 台南当地政界很多人 就已经知道李孟燕有这个人 因为甚至有很多人 以为他是他老婆 真的喔 对 所以 那请问一下 到底什么状况 賴清德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吗 然后他说他本来从事八大行业 那谁喜欢去八大行业 陈中叶 是不是陈中叶介绍给他 不是 这越扯越多 好恐怖喔 所以我不是说 一定会有这些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看起来环环相扣 彼此之间好像都有一些关联 所以相关的单位 包括監察院 你们要不要去查一下 你们其他的事情 查不出来 这个东西你们总拿手了吧 该会查了吧 赶快去查一下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事关国家安全 可不能掉以轻轻 台南真的是一个好神秘的地方 有很多桃花窟 然后有很多官员 会掉进桃花窟 而且背后可能还有阿公的阴谋 真恐怖 来 村长 这一个女子 这个据说是在养生馆服务 那其实我 我发觉到说民进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特别喜欢到养生馆消贵 要养生 这个不晓得了 可能是保养生 保养生理 对 那过去我的服务处 我的服务处的隔壁 刚好是养生馆 那当时我就看到 这个 有一次这养生馆 因为跟人家有纠纷了 然后这个店门被砸了 结果这不砸不要紧 一砸里面出来 三个民进党立法委员 我就在那边看着 我们桃園的民进党立法委员 音歌的立法委员都来了 三个 对 三个立法委员 有穿衣服吗 出来的时候 有啦 有穿衣服 因为砸店 然后就出来我一看 不会吧 三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都在我的服务处隔壁 我当时服务处在永安路 这我们桃園人都知道 所以这民进党 他们可能到养生馆 保养身体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这个十年前 他可能认识了这位女性 我不知道她离婚 到底跟她有没有关系 能够持续十年 我在想 可能我们也不要 朝阴谋论上面去琢磨 因为你说要培养一条线索 然后这个到十年 可能发生真感情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真感情 因为你可以看到她在社群 这个网路上面的留言 这个对李孟燕看起来 好像是真情不悔 或许真的是因为她 到台北工作以后 照理讲应该是到台北 反而是这个进水楼台 又能够更常见面 以前她脸书上面写说 她都坐高铁去台南见面 所以是不是因为升官了 还是怎么样 我很不晓得 但是这个又不大对 因为你看PTT上面的爆料 还特意的去强调这个 这个住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是不是说 有其他的这个 自己内部的内斗 所以造成这些事情流出来 我想这可能检掉要查一下 是 所以民进党最大的敌人 就是他自己 因为看起来 这个比较像是民进党内部 有人爆出来的料 要好好的查下去 我们进一下广告 的这个支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